他们议题的严重性 可能比国教更加厉害 为什么那次十万人 这次就这样撞坊 江南西是广州的黄区 几年前 参粤语运动就在这里发生 2010年有广州市政协 建议当地电视台增加普通话广播 结果引发一场撑粤语风波 不过今天 当地人都避免和撑粤语扯上关系 阿尔明白 广州虽然是广东话的发源地 但是亦难逃避普通话取代的事实 不过 他自己就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撑粤语的信念 你在我们的环境来说 广州出道到街上都说普通话 但是你肯去用的话 你逐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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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譬如说一个通渠佬 他都会说明 我是可以提供到粤语服务的 这个是他招揽生意的其中手段 看起来好像很搞笑 其实就是说明 你这个语言在受压的过程中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抵抗 令这个语言用得着 说到没有就是要用得着